这些朝阳群众到底何许人意 相信大家经历李云迪这事之后 都有这样的好奇 这么多年来了 只要有明星一人被抓 十有八九都是朝阳群众立的功劳 人民网还曾官方发文 称朝阳群众是一群民间骑兵 但凡发现违法乱纪 立即举报 不留一点余地 遭朝阳群众举报而落马的名人 真是不胜美举 这些朝阳群众到底为什么这么牛 咱还得说说四十年前 当时朝阳区还是一个空旷人少的大郊区的时候 他们就曾齐心协力 帮助警方勤获了六名苏联间谍 人民日报当时还发表了长篇通讯 苏修间谍落网记宣传朝阳群众 该案件在国外也引起了巨大轰动 西方称为詹姆斯邦德系列故事的中国版 而到现如今 从乡村到城市 他们无名无姓却无处不在 他们可能是街头的志愿者 可能是门口跳广场舞的大妈 也有可能是小区便利店的经营者 那么朝阳区为什么需要这批群众的 特殊在哪呢 其实朝阳区并不是整个北京面积最大的区 但是足以成为北京的第一大区 主要是因为最近大力开发 众多高档住宅 高棱林立 富人明星之流也是扎堆入住 坐拥国贸 三里屯酒吧 银泰 七九八 最贵的商场SKP 还有一大堆外国的驻华大使馆 演艺圈 新媒体 潮流时尚这种非传统行业 吸引着大量年轻人 许多娱乐影视公司也是坐落在此 所以这里有着世界上最丰富多才 也是最疯狂的生活 朝阳区的常住人口有345万 也是北京人口最多的区 发展方面 朝阳区的跨国公司总部 占全市的70% 新企业的数量暴增 为京圈之首 所以说问题就来了 充斥着金钱和权力 又位于城乡捷户部 治安错综复杂 形式案发量也占全市的五分之一 是各区里面最高的 这不去年 朝阳区就爆出了一个破天方的 聚众非法集资案件 金额涉嫌2000亿 所以这才有了我们所谓的朝阳群众 他们其实是由治安志愿者 专职巡逻队 治保积极分子等组成 你能看见他们穿着制服 戴着红袖章 或者呢根本看不出来 他们可能就是隐藏在 北京胡同里的六鸟大意 部分人士身兼数职 形成了一支执行能力墙 覆盖各个角落的队伍 我们就拿华言北里西社区来说 该小区有治安志愿者200多人 专职巡逻队70到80余人 义务巡逻员300余人 及治保积极分子200余人等等 他们的任务也很广泛 从疏通邻里矛盾 到识破街头诈骗 维护着和谐社区 那么有人质疑 这些普通人 怎么获得侦查判断的能力呢 万一误怕了怎么办 不是更费时费力吗 其实朝阳区警方 还会定期展开培训 并组织志愿者到一线巡逻实战 在2015年 登记在册的朝元群众 就已经达到13万人 范围扩大到西城大妈 海淀网友和风台劝导队 他们向公安机关提供了情报有21万多条 所以说大家看到明星被举报 其实只占到他们工作成果的沧海一粟 对此朝阳警方也特别骄傲 说公安工作里有一项最重要的看家本领 叫做发动群众 在他们的努力下 朝阳区的犯罪率在降低 而且朝阳群众中还有几个特殊的群体 一个是警方内部的线人 另一个就是犯罪分子的同伙 也称道友 道友对圈子很熟悉 也有着不少眼线 为什么会举报呢 是因为商业竞争 因为能拿到巨额的奖励 接到道友的报警后 警方顺着可业线索上门 献人的作卧底 他们假装服务人员和犯案者聊天 赢得对方信任 调出事实后 主力军在破门而入 一举端掉卧底 所以参见觉得朝阳区 可能是国内数一数二治安好的区了 真不知道那帮明星是怎么想的 在反观美国这边治安 等我回国了 我也想在朝阳区生活 哎呀你快醒醒吧 哈哈哈